外里区金山财神庙为了推广乡土艺术教育 外里区公所也一起合作将财神资料汇集成册 更加入了简纸的元素 发行简财神迎新春的乡土教育教材 发表会上还教乡亲简纸增添过年起分 年节将近外里区公所进来发行一本 简财神迎新春的乡土教育教材 新书发表会上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教育部艺术委员的吴旺如校长来教大家简纸 并且现场分享多年来在艺术教育努力 收集财神相关文献集结成册 与简纸艺术做搭配 又刚好在财神庙相当知名的城市万里区来发行 可以说是也是乡土教育重要的一页 我们这本书的出版大部分的经费 都是由剧长的账户 然后把他印出来 那为什么要检查一审 其实收集财神的质要 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收集 那么我一直想说 剪子怎么样带小朋友用一把剪刀 而不是用小刀割 那我希望你今天做完之后 你回去 今年过年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家里秀一下财艺 小朋友你可以秀一下财艺给爸妈看 这个过年的时候 你就紧张这个 初年的吉祥图案送你爸妈妈 代表祈求爸爸妈妈这一点财富不缺 今天新书发表简财神仪新年 这本书我想是累积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从万如下来讲 他的作品是收集了十几年 那周文琛老师也是一样 他从年轻到现在也是真正的老师 这本书的一个新书发表非常的难等 因为我们知道万里有个金山财神庙 听到这样的部分 他说要以公所来寻思 我说当然乐意 因为这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呢 结合我们在地的财神庙的一个地区的发展 万里普抗金山拥有千里万里的财神 希望这三水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好山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地方的公庙的文史的部分呢 也可以就这本书作为稍微的介绍 在新书发表会上 除了吴望如校长分享制作书的过程与历程 还有公所也邀请到在地的学生及长辈 一起来老幼共荣 学习剪指的技巧 而区长也跟着吴望如校长的步骤 剪出一个应景的春字 为新春注入热闹气息 我想出这本书的意义呢 是非常深奕 我们可以借我们在地的乡土教学 结合学生发挥他的创作巧思 让他们懂得设计 然后做一个创造力的教义思考 那学生从小懂得活泼 那还可以学习到乔手创业 万里区长表示 金山财神庙在万里是相当知名的庙宇之一 特别汇编印制这一本《简财神迎新春》 正好作为孩子们乡土教育相当重要的教科书 也期待乡亲老幼在看过这本书籍之后 更加认识万里的特色文化 以及更加认识财神 更透过检举为新春增添热闹气息 为家园布置喜气 记者大平函万里采访报道